17号上午,吉安乡长游淑珍前往吉安乡福星村 为新建中的公园游乐设施工程进行视察 他表示上任后,接获许多家长反映 期待增设乡内的亲子游乐设施 因此乡公所陆续完成希望公园 荣安公园的修缮优化建设 要满足乡亲们的需求 而这次也特别在福星村吉安创客站后方的绿地 新辟一处亲子共融的油气空间 完工后,乡内将多一个遛小孩的好去处 为开辟乡内亲子乐活公园场域 乡公所运用吉安创客站后方的绿地 预计新增的拱形鸟巢鞦韆 大型组合邮具以及综合攀爬架等邮具设施 并以保护儿童安全为首要考量 在地面铺设弹性橡胶地平 而周边也将进行草皮的补植 以及植栽的养护 乡长信乡里面 家长的需求 孩子的需要 所以我们跟村林里 跟村长共够了这一个共融公园 我们相信在极客站里面 也有我们族群融合共同的取向 老幼共学 让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来 社区里面一起游气以外 也让我们的祖孙可以在这里 阿公阿嬷做运动 小朋友们一起来做游戏 我相信社区一个公园 一个亲子乐活的地方 是吉安湘公所要努力推展的目标 目前在公园建制里面 这次谢谢议员款益助 吉安湘公所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也致愁了预算 打造了这个250万的社区共融公园 希望乡亲们一起来使用 让它火化 让它充满了孩子 游乐跟我们亲子共融的声音 就在社区里面 福兴村长黄俊伟表示 原先了解乡亲的需求之后 向议员张正志林元妇黄欣 争取到100万元的建设经费 因为公园设施需要建设款项庞大 特别感谢乡长游淑珍 公所团队和代表会 在多方的支持之下 编列乡预算投入工程预算 村里面的一个生活形态的部分 几乎都是以老大人跟小孩子居多 年轻人都需要外面去工作 所以等于是会有隔代教养 以及老大人照顾小孩子的状况 所以在小孩子的需求的考量 以及老大人他们本身都是 有所谓的见走 跟所谓的这些休闲的一些设施的使用 可是往往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小孩子没有地方去 从109年 就开始去着手去规划 找一个适合可以让老大人跟小孩子 可以共融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选定的就是 我们现在目前的客家所的区块的部分 所以也很感谢在这一次的一个活化空间里面 当然最大的注意者就是我们的乡公所的乡长 以及我们乡长的所有的公所的团队的部分 给很大的一个注意跟帮助 游淑贞表示乡公所团队将持续于乡内寻觅适合的地点 争取上级单位的补助经费 打造大型主题式共融公园 同时运用乡预算投入小区块的游乐设施建制 让吉安乡各社区公园绿地 充满了孩子们最童真的游气笑声以及欢乐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吉安唱课站 乐活公园站 记者凌杰吉安乡采访我到